我覺得應該是攝影大哥給他的姿勢 他好緊張 叫他把腿露出來 定是這樣啊 大哥都這樣啊 冷靜 做自己 他很扭黏 他一直在擋他的那個 就是前面比較透明的地方 WOW WOW 有誠意喔 WOW 有誠意 WOW 不是啦 他要揍這個 他要服貼啦 不然會揍揍揍揍 對 我們還在想著 就對於側面會皺皺了了 他每 這個這樣子側面還好 他其實是沒穿 他好像沒穿 沒穿耶 我不懂為什麼這兩年 想他來的 在紅毯上面給明星穿的 全部都是充滿樓口的衣服 品牌策略吧 我也不懂 對 米可白加油 哇 米可白也瘦好多 哦 對 他也是身材很好耶 米可白身材很好 但我們以前拍戲的時候 他都包超緊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他身材自拍 看他就可惜了 他如果再高一點點的鞋子 好像有一點小部分 這應該是 哦 太多了 是 是 你看 差一點點 對 不要再動了 應該是攝影師叫他要 他好緊張 叫他把腿露出來 一定是這樣啊 大哥都這樣啊 冷靜 冷靜 做自己 對 他很扭捏 他一直在擋他的那個 就是前面比較透明的地方 對 我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看到好像兩個還是三位女星 就是在有亮片的禮服 又搭配了有亮片的鞋子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比較 危險 危險的 搭配 OK 他們這樣走應該也是滿辛苦的 我的天啊 哇 哇 哇 這個好緊張 你看 閃光跟玉在閃 好 這一次看到就是 海北女子圖鑑的 許 君 這是拳嗎 拳 拳 他們入圍的是戲劇節目 燈光獎 台北女子圖鑑 其實這一次 很大的獎項 為什麼要拿一個 火龍果 他為什麼要拿一個火龍果 應該是跟他們的一些精神有關 還是說他家是果農 那個 網友可以幫我們 網友 網友 可不可以 你說是前面蔡昌憲給他的 沒看到 導播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再幫我 讓我看一次 是 剛剛火龍果旁邊的女生嗎 我覺得他有點像 很像混血兒耶 他炸開 也要吃 其實氣質蠻好的 氣質蠻好的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他的胸部位置剛剛好 家俊的頭髮 也沒有網紗 所以他會變成今天的紅炭 前三美 有沒有網紗 我想要再看鞋子 鞋子不行 哇 蔡璇葉 這次人選之人 躁浪者入圍了14項的這一步 然後他入圍的獎項是 迷你劇集的女配腳獎 然後他要跟這個我們的賴沛霞 一起競爭同一個獎項 哇哦 哇哦 有誠意哦 哇哦 有誠意 哇哦 不是啦 他要皺這個 他要服貼啦 不然會皺皺撩撩 對 我們還在 就 就 對 側面會皺皺撩撩撩 他每一個動作 他的那個網紗因為不夠服貼 就可惜了 哦 這個這樣子真的沒看好 他其實是沒穿 他好像沒穿 沒穿耶 應該是 對 小琴師們要記得哦 你的 你的明星要走到後台前 你的腰帶要先幫他調到對的位置哦 那腰帶就有點往上跑了 還有選擇這種金屬的那個手指紋 一定要擦乾淨 對 因為很明顯 腰帶上面都是指紋 對 對 對啊 所以 因為光一打下去超明顯 對 就是這種上 還有就是那個網紗啦 為什麼 現在網紗都做得那麼好了 為什麼 偏偏要選一個就是很不透夫的呢 好接下來看到這個 劉彥如加上劇組團隊 他們是那天我媽偷了老師的車 是迷你劇集 也就是電視電影入圍了 最具潛力新人獎 等於他帶著大家飛來 他入圍了最具潛力新人獎 帶大家一起走 為什麼他們的眼前都這麼飛 對啊 他真的在搭飛了 他們的 他們的裝 很像是老外幫我們畫 東方人有沒有 對 超像 對 都會畫成這個樣子 有點有點 真的 就是亞洲人去拍外國電影 然後他們都會幫東方人畫成這樣 畫成這樣 對 所以他才是錄音樂隊 對 為什麼他剛才是站在旁邊 因為應該這樣講 以演員來講 劇組團隊是更重要的 對 感覺像老外會幫中方人畫的 是不是 對 對 桂倫梅 果然是香奈兒 香奈兒 這入圍戲劇節目女主角 向台北女子圖鑑的桂倫梅 我不懂為什麼這兩年香奈兒 在紅毯上面 給明星穿的全部都是充滿LOGO的衣服 品牌策略吧 我也不懂 對 但是我不會買這一套 你放心 我們剛才也看到 這套會閃 這一套我穿應該肥死 極肥 可是我好喜歡小美 我非常喜歡桂倫梅 而且他今天的妝很不一樣 他特別為了這個 這套衣服吧 這麼慎重的一個 就是比較 他今天是那個幕下腮紅 對 但這套真的也只有他能夠 對啦 你一定要像桂倫梅一樣 這樣三比八 三條三條 非常瘦 不是說一點墜肉 他根本沒有肉 好不好 才能夠駕馭這一套衣服 我可以說 這套衣服 這套衣服